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要來玩的是這個才不是童話 那麼等一下呢也會來跟大家 講一下這遊戲目前 就要推薦練的哪些角色 然後這些首抽要抽什麼啊 一些 趣號看看還可以兌換 因為這遊戲呢好像在 國外就已經有出過了然後 好像是已經倒閉了 那時候去看他們粉專是已經 公告停止這個更新喔 那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又出現了那 應該是還蠻不錯的吧 這種有點偏黑暗系的畫風應該是 蠻多人都喜歡的 而且又是這種放置類型遊戲 這種玩法應該是不會錯的而且也不是單純的左右兩邊好像是面對面的 可以攻擊這個克制的角色 這邊施放個技能 這之後應該都是可以 全自動 不需要耗費那麼多腦力喔 我們就這樣開啟了招呼還有我們的背包 來那這就我們再 抽一下 那估計這個抽到的話大部分都是 都是固定的 摸一下魔技 來魔技魔技 獲得英雄 紅皇后 這裡面都是 天下 總童話故事 應該是沒有侵權吧 這些角色都是自己壞壞壞 可是名字可能弄得相同 長按直接升級 來加入1-3 新英雄加入 這邊分成起方還有敵方 這個自動要1-5才行 先盡量攻擊克制的隊伍 造成擊退 我們新抽到這隻角色有點冒 一招就直接把對方全妙 一隻死他直接把我們打到一隻死了 特技破除敵方護盾特技會被觸發 然後護盾被清除後特技可以獲得能量 繼續攻擊 來施放一下特技 青蛙 勝利 成功提升到等級2 有一些小故事 直接跳過 這隻老鼠 雙劍老鼠 這邊好像是有跟你講說哪個是克制的 我就用這樣子 那他下方還有這個盾牌 那我們直接群體攻擊一下 接下來的話我們先把這個雜魚給清掉 你看那個特技條滿了他就可以直接施放 獲得新英雄 這個精靈老鼠 那接下來這邊都要開啟 來去看一下心願壺 心願壺會堆積這個 旅途補給 就是掛機收益 那這邊就手出可以送一個陶樂絲 強力治療 好那接著來講一下手抽要刷哪些角色 雖然他這個刷手抽是只有目前是只有10點抽 要打到一隻9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如果我們還是可以先來講一下哪些英雄 是比較平民好用的 我可以先打開下方的這邊英雄 然後找到圖鑑 那麼先來講一些輸出 那目前的輸出的話可以推薦我們的 萊妮絲 還有另外一隻的話是我們的木系的 這個荊棘愛麗絲 那這兩隻尤其是這一隻啊在前期的關卡呢其實 表現的會非常不錯 他本身的屬性克制的都能夠發揮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是講這 每個隊伍一定要的一個坦克 這個時間守護者 可以看到他的技能組完完全全就是一個 標準型的坦克 他的時光波紋呢可以恢復自身 以損失的生命力 含紫光音呢可以增加我方全體的行動條 接下來的話這個磨滅洪流 可以造成這個暈眩的效果 那最後一個呢時空屏障 可以讓我方全體減傷 所以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強的一個 這個坦克角色 他呢在一些活動也是可以直接獲得 基本上前期到後期都可以一直用他沒有 這個都都可以用 那接下來呢是 遊戲這個隊伍一定有都要有的奶媽嗎 那我們推薦奶媽的就是我們的灰姑娘 可以看到了雙色玫瑰可以直接恢復生命力 而且他的冷卻時間 是零回合 這些一些其他的這些 技能啊被動技能 還有一些蠻不錯的這種水晶鞋 祝福 可以對對方造成自身的傷害 本身還是有一點這個傷害效果 然後那接下來的話 這些 這是奶媽哦那接下來還有些輔助 你的輔助呢就可能是 加些buff啊或者是 暈眩敵方的效果 那我們推薦的話是這個 愛麗絲 那個愛麗絲是水系的 他的重點技能呢是我們的龍貓玩具 可以造成這個沉默一回合 而且的話你看他這種漫遊仙境 如果有冰凍的話還可以再釋放一次龍貓玩具 又可以再沉默一次 那接下來呢另外一隻是這個火焰的 火焰的灰姑娘 那他呢也是主要是靠這個技能 可以直接讓暈眩 暈眩兩回合 好那這些就是差不多這些推薦角色 那主要的話也是可以去看一下其他的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角色呢可以詳細的來看一下 這個攻略 這裏面的話就講的還蠻清楚 那像一些這種其他的 這些補師角色啊 一些控制的輔助角色 在這邊都是可以看得到 其實每個角色的 抽獎機率 大概都是差不多的 我們可以看到右下角的召喚 他左下角的這個 驚嘆號這邊就有跟他們講 這個抽獎概率 那像他這邊每一個 卓越的都是0.11% 這個都非常平均 通常來說是這種光暗的 在其他遊戲來說他的抽獎機率就會 稍微比較低一點 不過這遊戲他是血都血一樣 那不知道說真正下去抽的話 這個抽到概率會是怎麼樣 那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坦克呢 在開始的 活動就會有送 我們可以點開這個 召喚反例 他這邊呢 只要累積召喚到100次他就會送你這個 時間守護者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T0的坦克 那他後面呢也會繼續送 像到200次的話 繼續送 這個 好像是 時裝吧還是怎麼樣 然後300次就會繼續再抽 他要到後面的話他是改成送這個死神 如果要抽到那麼多次的話 一定就是要儲值吧 所以的話這個小隻無客的話可以拼拼看 這個100抽是可不可以抽到 然後像其他這些活動啊 七天登錄 他這邊七天登錄不是送這個一些角色 他是送 這個背景 看起來真的是蠻好看的 然後先累積充值啊 進階游禮 那你只要把他進階到一定的品質你就可以再多獲得這些 灰日石 我們的灰日石呢就可以到召喚這邊繼續去召喚 所以的話要湊齊到100抽應該是 還算不會太困難 那可能要到更上去就比較困難 而且在這些禮包 我剛剛是點禮包進來 那像這裡月限購 這邊都是可以做領取 那像這邊還是可以稍微領下金幣啊 這個旁邊的力量結晶 然後這些周限購也是可以再領一些這個灰日石 日限購這邊也可以再領一些 這個鑽石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也可以來講一下這些序號 我們可以點到左上角的人物頭像 然後這邊就可以輸入我們的對甲毛 那我這邊的話是有找到一些之前的 不過這可能遊戲都不一樣了 那我們也來試試看這個COD77 還有這些什麼 ID IWD0308 這應該是都不行 這個好像是重新出的一個新遊戲 那最後一個也是不行 不過在這邊以後如果有出的話 是可以在這邊做兌換是沒有錯的 好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才不是痛話的 首抽角色推薦 還有些TD角色就差不多 拍到這邊 我們下集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阿弥陀佛